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国际指挥学会的讲师我叫做胡珀 那心药的掌握跟学习呢 其实在指挥斗书的应用以及学习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相信呢大家也都跟曾经我们一样啊 接触到指挥斗书之后 了解基础含义之后 就很想赶快的去了解这些心药 然后去找这些心药的解释 然后想要放进在每个工位里面 然后看一点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啊 或者说大家开心的啊 期待的事情啊会发生 可是呢问题就会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心药的解释方式啊 它的来源呢五花八门 那写的老师呢也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做切入 所以有些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鼻子冲突的一些诠释 那问题就出现了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辨证跟使用 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这系列的影片呢会强调在心药的解析上面 用轻松的方法 然后明确的方向 让大家呢 透过这短短的影片时间呢 就可以掌握实战的这个实力 那这会是一系列的影片 我们会从实施主星开始 那作为这影片系列的第一支呢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紫微星 理解跟掌握一颗星药的特质的关键呢 其实这颗星药的五行 阴阳 还有呢它画气为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紫微星这个星药呢 它五行为阴土 阴土呢其实就是实施的土 带有水分的土 具有可缩性的土 那具有可缩性的土呢也就会延伸出来 你会知道这样的星药特质呢 其实蛮容易受到影响的 接着呢我们就要谈至关重要的画气 画气呢就好比这一颗星药它的中心价值 那紫微星这个星呢它画气为尊 这个尊呢讲的是尊贵以及至尊的所在 根据这样的特性呢 我们赋予了紫微星呢 这颗星药皇帝的人物形象特质 让大家好去掌握这颗星药 那皇帝是什么样的特质 大家想象中的皇帝呢 基本上都会觉得他具有领袖的魅力啊 具有领袖的才能啊聪明啊 长相贵气啊 孝顺啊 千功啊 老臣持重 当然有可能呢 就是呢 比如说尔根子软啊 心胸比较狭窄一些啊 然后重视面子这样的特质存在 其实这件历史我们就会知道 各朝各代有各种不同 各式各样的皇帝 那一个皇帝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其实周围的环境对他的影响非常的重要 一个皇帝呢 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就自己的黄图霸业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他的团队 这团队里面有没有人帮他 而且这样的帮忙是不是有力的正面的一些协助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我们就会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而且紫微星我们刚前面有谈到 紫微星重视他的面子 以及呢有没有人可以去捧他 这样的状态 这也是皇帝所需要的要人去抬轿嘛 所以呢 紫微星的这个三方四证里面呢 如果你遇到了绝对挺你的好朋友 例如像是左府右臂 又或者是说呢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或者说有一定的年纪比较年长的人 经验比较丰富的人 愿意给你一些提息给你帮忙 天葵跟天月 一个好的王爷天父 以及呢一个好的宰相天相 那自然呢这就会构成紫微星非常漂亮的一个团队 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呢 就可能你觉得自己是皇帝 那可是实际上呢高呢爬不上去低呢也蹲不下来 永远只会觉得说 为什么呢实不我语啊 为什么人家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啊 在旁边生气气齁 接着我们要看呢把这样的特质放进十二宫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诠释 各位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命盘拿出来去做核对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疏漏的特质啊 或者觉得说讲的太对了的地方 命宫呢我们谈了什么样东西 命宫主张一个人的行事作风 他的个性 还有呢他整体的特质的一个主咒 那这样子的宫位里面坐落 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你会觉得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其实他会显示出来 就是说这个人其实长得像的贵气 那再来很善良 可是呢心软耳根子也软 接着我们谈到兄弟宫 兄弟宫谈的是什么东西呢 兄弟宫谈的是你与妈妈的关系 然后爸爸跟妈妈的感情 还有呢同性别 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 这种态度价值观以及现象 在这样子的宫位里面坐落 如果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通常呢你会觉得呢 你的妈妈或同性别的手足 相对的比较强势一点 接着呢我们谈到的是 夫妻宫 那夫妻宫一般我们谈论的是什么 一般谈论的是感情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现象 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它代表了什么样子的意思呢 你其实呢会期望呢 你的伴侣啊是人中龙凤 那同时呢你也希望呢 你能够被捧在手掌心 那子女跟我们谈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谈的是教养孩子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现象 以及你的新生活 或者是呢在 也有财库的意思 在这样的位置上面呢 你坐落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那会有什么样的展现呢 其实基本上你会希望呢 你的小孩有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这样子的期待 那同时呢 你要注意这样的期待 是不是有时候其实也很容易 造成亲子之间相处 比较容易有摩擦的状况 接着我们谈到财博工 财博工我们谈的是什么 一个人理财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那化气为尊的紫微星呢 进入了财博工 他谈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他实际上谈的是说你花钱呢 像皇帝一样 那至于赚钱有没有像皇帝一样 那我们也要在后续的 影片的探索里面 会跟大家去做分享 直接跟我们谈的是 使用身体的方式 态度 还有身体的状态 在这个位置呢 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他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他基本上要注意啊 就是可能有富贵病 这样子的可能性 接着我们谈到牵蝴工 牵蝴工谈的是什么事情 他谈的是我在外的状态 外人怎么看我 以及我内心的想法 在这个公位里面呢 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方式呢 基本上在外就是会比较重视面子 然后爱排场 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牵蝴工他谈论是什么东西呢 牵蝴工他谈论的是说呢 你呢 与异性别的手足 还有与朋友 还有交友状况上面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现象 在这样子的公位里面呢 你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那会有什么样的诠释呢 其实基本上呢 你会很重视朋友啊 其实有名望啊 然后或者是说有能力 可是你要注意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匹配 在关禄工呢 关禄工我们讨论的是说你生活的重心状态 还有对生活重心的状态的态度 以及价值观 以及现象 那在这样子的位置上面 你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基本上你在工作上 会把你的主观上是当成是皇帝一样 你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呢 能够出人头地 成为下一位皇帝 现在工的我们谈的是家事背景 家人之间相处的状况 还有呢是彩库 还有你对于居住地的一种选择 或者喜好 那这样位置里面呢 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在家人相处之间呢 你难免会有紧张的状况 然后再来呢 居住环境的选择之上呢 你会选择相对比较有名的地段 福德工呢 我们谈的是精神 灵魂 这样子的一个工位 潜意识的工位 还有你的来采方式 在这样的工位里面呢 你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 你的精神啊享受啊 会希望像皇帝一样 可老了之后呢 如果呢 在对于这种面子啊 需要人家尊重的东西 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一定的消化 是不是呢 其实也有机会 其实过得会蛮辛苦的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享福 那来采方式上面呢 你也会希望呢 你的这种赚钱的方式呢 是可以跟人家说的是有面子的 父母公呢 他基本上谈的是 你父亲与长辈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那这个为止 坐进了化气为尊的紫微星呢 其实基本上 你会把你的爸爸当成 像皇帝一样的对待 在你的眼中他像皇帝一样 那这个为止 你会把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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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把他带来的